你最容易受伤 被激怒的地方 就是还没有被移植的伤害 我们可以选择停留在伤痛中 心怀苦痛 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放下 相信上帝有一定会补偿 耶稣来 祂说我来的就是要叫人 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基督徒啊 我们人生里面有了耶稣以后 我们人生有一件未来 必定会发生的事 一定会有的就是丰盛 有一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我们愿意放下 你愿意放下 上帝就可以坐在我们身上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包袱 但是其中有一个 让我们一生残怨我们的 非常的就是怨恨的 上帝说 生怨在谁 在神 而下面有一句什么 我必报应 我对上帝的报应 我所了解的 在圣经我经历有两种 一个人一种报应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恶人受报 对不对 更多的做法 更多的一种报应 就是上帝加倍的赐福给你 约瑟也是最好的例子 当他老鼠放下不伸手 上帝打打打的赐福他 你问什么 不要让别人的错 别人的罪 别人的恶 使我们也变成魔鬼 不要为恶所生 凡要以善生 放下过去的怨恨 不要让苦毒生死在你的生命中 很多心怀怒气的人 自己并不知道 他们是在囚禁自己的生命 当我们无法饶恕放下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伤害别人 我们也不是在伤害上帝 我们是在伤害我们自己 你最容易受伤 被激怒的地方 就是还没有被遗致的伤害 如果你过去有什么伤害 没有得到遗致 当别人不小心碰到 就会容易隐形 非常大门痛 好像你是耶稣专精医治 医好什么样的人 伤心 你愿意原谅那些得罪你的人 你释放所有的伤害和伤痛 让耶稣来医治你 那么苦毒就会离开你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当我们受到伤害 我们可以选择停留在伤痛中 心怀苦毒 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放下 相信上帝 有一定会补偿我们